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随便聊聊可能也是她最近怎么样吧 今天有新的任务 各位亲爱的牡丹村村民大家好 很开心和大家再次见面 明天我们将举行牡丹村村外的春日虫剧大爬梯 大爬梯是什么 大爬梯不就是那种小孩子玩的吗 就是在一个地方滑来滑去 大爬梯 大爬梯 一点不用 不好意思 我当真了 我以为真的有什么爬梯 你将在此次春游里见到那些牡丹村熟悉的朋友 请在卡片下写下明天聚会 你对其他异性村民想问的问题 你的问题将在明天的聚会中以匿名的方式得到答案 不发了 你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应该是去一个公园吧 对露天旁边有水 然后有树林草地蓝天白云那种 然后我们就在草地上野餐 我买了好多零食 好多披萨 然后买了一个小礼物 旅行一下我这个作为一村智长的职责 职责 职责任 万一他们到时候去了没人人跟我放缝针怎么办 那我就揪着曹老师头发跟我去放缝针 特别想见的人 都很想见 端水 那最想见的人 最想见的人 你这样不太好 这样太 我好期待 那你们离开某单村以后有见面吗 有 分别是在哪些城市干了哪些小事情呢 真的是 其实说说离开某单村以后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还是去上海了 带着文婷去拜访了一下我的杰斯 回深圳的第一天 然后当时是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文婷不是她和她朋友在海边拍了 就是 深圳摩天里千海湾那边拍了照片吗 后来我也去同样的地方拍了一个照片 变成了我们两个的情侣背景 节目结束之后你跟谁的联系会比较多一些 是 菜菜和团团吧 稍微确实比别人多一些 就随便聊聊可能也是她最近怎么样吧 然后 希望她能更开心一点吧 对 实话实说我当时感受到我是觉得菜菜对我是一个很平的一个状态 就是她觉得这个人 我以为她觉得我很无聊 想要和菜菜有沟通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然后呢 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 菜菜呢也不说话 我就以为 菜菜 就是很不感兴趣 但没想到 我节目播出以后 我才知道 原来大家心里想法和我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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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